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开始煸炒 加入萝卜干 然后我们再加入猪肉末和虾肉末 将它们混合一下 然后我们加入一些椰糖 把它们这种混合均匀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好的 跟着我们就继续的去煸炒 让它收点汁 然后我们可以放点盐 在感觉它开始收汁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入一些切碎的花生 然后搅拌一下 现在你可以看到它开始变干了 所以我们将它倒入碗中 这就是宫廷开胃菜 然后我用手将它捏成一个个的小球 就像这样 你可把它们放到冰箱里边 然后过火再食用 好的 完成这些之后呢 我们开始制作菠萝了 菠萝不需要太熟或者是太多汁 因为带点酸味使得这道菜可以更加的完美 我们在菠萝上切几刀 另一边也是一样的做法 然后我们换小刀 然后呢 就像这样 一块一块的 把它切下来 就这样一块一块的我们取出来 现在呢 我们准备好了所有的东西 我们取三块菠萝呢 放置在这个盘子上 然后再将我们刚刚做的这种球状的食物呢 放在菠萝上面 再加一些辣椒 如果你喜欢更辣的一些东西的话呢 你可以切一些辣椒放在上面 这样呢 你每一口都可以感觉到浓浓的辣味 好的 加上一些香菜末 使得这个菜式的颜色可以更加丰富更加漂亮 每一口都特别的好吃 宫廷开胃菜啊 结合了这个酸咸甜三种味道 一体 而且融合的非常的完美 这道菜呢 非常适合我们在聚会的场合的时候去享用 希望你们能够很好的体味这三种味道 我们下人请大家认识 吃了一份的 少彩桃菜 一定要吃了一份 吃了一份